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白冰冰日前接受中式改变的起点节目庄访,回忆早年命运多传,复日发展不顺,还与人不输,怀了女儿黯然道回到台湾,并开始四处走唱赚钱,独自抚养还在墙堡中的女儿白小燕。 当时白冰冰没有知名度,表演腰约有一搭没一搭,时常在喂女儿的奶粉前伤脑筋,有天女儿狂哭不止,她眼看又没奶粉了,突然一位朋友来电,表示有一场婚宴场临时少一位歌手,唱一场九百元,于是她立刻赶到现场,但发现主人已经在送客,心想如果没能上台表演,就领不到钱, 于是她不顾形象抓起麦克风,踩上饭桌三步并两步,从最后一桌冲到最前面的舞台,大家被她的举动给惊呆了,纷纷停下脚步,聆听她唱完两首歌。 白冰冰说,我当时也不知那来的胆子,朋友说,我像在飞檐走壁,好几张桌子都被我踩翻了。 还好冰客反应极佳,她赚到酬劳赶回家买奶粉给幼女冲击,也挣了日后更多的表演机会。 节目于本周六下午二点钟视播出,白冰冰接受改变的起点节目专访。 中视提供,白冰冰接受改变的起点节目专访。 中视提供。